EUC骑乘教学,姿态校准,左脚撑地,右脚踏在踏板中间位置,身体重心自然落在左脚,控车练习,前后控车,保持标准姿态,右脚轻踏脚踏板,驱动车体前后运动,前后移动各15公分。 弧线控车,保持标准姿态,以左脚为重心支撑点和圆点,右脚轻踏脚踏板,驱动车体前后弧线滑行。 滑行练习,右脚掌轻踏踏板前侧,左脚点地并自然落在车体侧前方。 滑行上车,连续单脚滑行动作,尝试将左脚踏上踏板,并前进3公尺以上,持续练习滑行上车,直至熟练骑行。 使用技巧,前行与加速,轻踏脚踏板前端,重心前移,车体即会前进并加速。 转向,将身体重心偏移左脚,并向左侧侧偏车体时,车体即向左转,右转同椅。 减速与后退,轻踏脚踏板后端时,重心后移,车体即会减速或后退。 下车,在低速移动状态下,将车体微微向单侧倾斜,单脚自然落地。 有车的骑士们学会了吗?如果还是练不起来,建议找同好前辈学习,或是参加EUC骑士驾训班。 联系方式在影片说明中,出街骑程教学结业了。我们进街教学见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